大家好,歡迎收看五次財經濟業 我是今日主持方澤喬 今天是7月5日,星期二大概是早上11點左右 股市早段升得不錯 早段恆生指數最高到22,198點 及口高位回落了 現在升了67點 港股暫時是21,897點左右 雖然高位回落了不少 但港股仍然是強勢的狀態 所以大家不需要很急於呼貨離場 因為7月份升市仍有一股 所以大家不需要那麼害怕 看看個股方面 很多人注意的雙湯在英國前兩天大跌 今天有輕微的反彈 升了5%左右 但大家都知道這股份有高位 近期的高位即是3.5左右 一路一路落下 現在只剩下2.67點左右 今天升了5% 大家都問我 雙湯究竟是反彈朗 還是死貓彈 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基石投資者 其實還有很大批貨未出 如果他們要出的話 其實這股份可以跌到2元 甚至是過半 1元亦不期的 建議大家在這個時候 不要搶入這股票了 如果炒的都是以短炒為止 即日就要計算 因為很多時候這股份 開市時就會低開 等它回升後 你們才會慢慢進入 大家這個情況 我想都有很長時間 才會看到 所以大家 對於這股票 我覺得 短時間之內 如果要中長市部署 都不要入市 除此之外 最近一些汽車股 都看到有偷偷的跡象 例如長城汽車 差不多由17.8元 賺到14元 很多人都問我 在這個位置 其實需不需要止蝕離場 我就這樣看 雖然 暫時來說 孤暗仍是非常沉重的一些汽車股 不論是1211 長城汽車 及吉里汽車 不過 其實他們 在6月份的數字 我相信 他們都會幾乎坐 所以 我覺得 中短線來說 如果沒有空的朋友 在這些位置 其實 可以分斷及立 因為始終 他們都有比較優質的股票 近期 內地推延了不少一些稅務優惠 都是對付一些汽車零售股 所以 內地在之後的日子 下半年 一定 經濟 令到經濟起飛 所以 汽車股 是他們重點的一個 策略 和一個經濟的項目 相信 下半年來 汽車股仍然是保持一個強勢的階段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汽車股 特別是1211和長城汽車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拜拜